美国月底即将跟北京算账 这一次美国全面备战的同时呢 北京现在是整数一波又一波 先前讲手机游戏软体 有点名王者荣耀 要跟是精神鸦片的同时呢 以后上海中小学生 不用考英文了 因为以后要好好念习思想 考好习思想比较重要 那请教一下师姐 这一次北京的整数 确实引发金融市场的大地震 对 这个中国持续整顿 这个网络科技的产业跟公司 这个腾讯旗下的微信 青少年模式就违规了 被这个北京检察院起诉 那其实原本他们这个青少年模式 就是青少年已经不能够发起直播 或者是打赏了 那现在可能要更进一步的 来控制他们使用的时间 甚至还可能会有这个宵禁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中国官媒之前 就说网络游戏是一种精神鸦片 跟电子毒品 所以他讲的话非常的重 那腾讯为了止血 他们现在也倡议 双减双打三提唱 那最主要大家最关心的就是 他可能会提出来说 全行业要讨论 全面禁止未满12岁的小学生 要进入游戏 所以可能未来中国的小学生 都不能够打游戏 那在中国打压教育 补习教育之后 那现在上海也说 中小学以后可以考国文数学 但是禁止考英文 但是这个习近平思想要列为必修的课程 对所以显然他们在这个国家未来组的 身上就是有很大的改变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这个中国对很多企业的打压 比如说中国标准企业所的税率是25% 那如果说你符合高新技术的公司的话 你可以有15% 那如果说你是营运必要软体的企业 你可以享受到10%的税率 那这个彭博就说阿里巴巴在这个财报通话会议上面表示 就是政府可能不会再把他们某些业务 视为重点软体的企业 那这个他们就说 这个游戏产业应该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其实他们已经很壮大了 所以税收政策可能应该像这个传统产业看齐 那我们知道就是美团的总裁王欣 之前贴那个焚书坑 就是暗酸习近平不读书 然后被中国约谈 那大家都说会不会秋后算账呢 那现在美国媒体就报导 中管机构可能 中国监管机构将会以这个滥用市场为 滥用市场主导地位为理由 可能会对他寄出这个10亿美元的罚款 这罚款很夸张耶 对 一罚就这样子10亿美元 将近300亿台币耶 非常的高 对因为其实根据中国的规定 反垄断罚款的上限是公司年销售额的10% 像今年4月监管单位就对这个阿里巴巴寄出天价的罚款 182亿的人民币 对所以是非常天文的数字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些打压的措施都让这些企业的股价 其实真的都跌了下跌蛮多的 那像这个滴滴也是其中一个例子 他今年6月赴美国上市 那这个中国监管机构就觉得你是在挑战我当局的权威 所以呢发起了网络安全审查 而且还下架了很多他的APP 当时候使这个投资人损失非常的惨重 那现在说还没有完 他可能还要再寄出一系列撑处的措施 甚至有可能会强迫这个滴滴从美国退市 对那如果真的下市的话 这个影响就真的很大了 那另外因为很多企业他们也掌握大量的那个数据嘛 所以呢他们也会考虑说要收紧他们在海外上市的规定 那另外我们知道现在中国最红的就是吴亦凡 对 那这个所以呢他们中国现在开始整顿这个网络流量造星 那这个新浪微博就马上宣布 他们要取消行之多年的明星势力榜 要提倡这个理智追星 其实这个明星势力榜是从2014年开始 但是因为有很多买榜啊刷榜的乱象 那其实中国媒体就报导说 他们有时机去访问 如果说你宣传费用加上这个上榜费 价格大概要20万到35万 那几个小时呢就能够做出一条热搜 那其实这个人民日报呢 他们就批评说某些得不配位的流量艺人 成为青少年追捧的对象 这个再说谁就蛮明显的 然后呢那吴亦凡最近因为这个涉嫌性侵嘛 所以就被这个刑事拘留之后 那就有粉丝扬言说要这个集体营救 那这个中国中央电视台就说 这些走火入魔的粉丝应该要清醒啊 所以要赶快进化这个粉丝圈的生态 那我们知道就是中国现在要推这个健康粉丝文化 那我们就看到又有公司遭殃了 这个短影音的软体快手 他就被中国打压 其实他今年2月才挂牌 他2月17号的股价是415港元 但是你看他现在剩下84块 对他市价已经蒸发八成了 其实他上个礼拜两个交易 他就下跌了将近20% 那其实他当初上市的时候 吸引了全世界很多这个重量级的投资 投资机构来投资 包括像什么贝莱德啊 戴马锡控股等等 所以这些外资呢看起来 短线可能没有办法解套 那我们刚刚讨论了网路科技 然后也讨论了这个教育 现在呢连母乳不畏 这个奶粉股也受到牵连了 就官媒希望大家都喂母乳 不要喝奶粉 然后奶粉股就全面崩跌 对主要是因为 就是官方认为说 你现在奶粉行销的方式 这个母乳不畏会受到影响 这样就呼吁 结果一呼吁呢 奶粉股就全面暴跌 我们看到像这个中国肥鹤啊 萌牛乳液啊 贝英美 甚至连这个纽西兰A2牛奶 也受到这个影响 是因为它其实有40% 都是来自中国 或者是亚洲地区的营收 那现在就变成说 我们知道中国之前 打压这个教育产业嘛 所以市值蒸发了一兆美元 那现在大家就很害怕 到底北京政府的 下一个目标是谁 好我们稍后回来 连续几天哦 出来出面警告 Delta疫情的蔓延 除了影响到疫情的控管之外 另外一个要特别小心的是 供应链的稳定哦 跟供应链的变数 然后呢 中国的疫情也还在炸锅 事实上哦 高盛最新的研究报告 直接砍了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的预测 那请教越中 台股虽然相对于全球的金融市场 跟全球的经济表现 确实比较亮眼 但是下半年 Delta的变数确实也笼罩这个市场 确实哦 这件事情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而且现在全世界基本上受这疫情的影响 其实大家都一样 只是轻重的差别 所以台湾就算状况比较好 如果当其他国家不好 难免还是会拖累我们 我们从最近的台股外资的动态 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 八月初其实外资连续四天的买超台股 可是从上礼拜五跟今天又再次卖超台股 今天又卖超了73.5亿 上周五更多的是卖超85亿 所以今天台股又小湖的回档 回档了41点 跌幅大概0.23% 收在17485点 那成交量也再次萎缩 今天成交量低到只剩3498亿 也是六月初以来的新低 所以这很明显都跟外资的动态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就实际的数据来看 不但这个我们的国内厂商 在上半年也非常的耀眼 就算七月以来的 照理说大家先知道 我们在股市场有一种说法叫 五穷六绝七上吊 整个这个第二季以来的市场的 这个在过去长时间 都是一个相对低点的时候 七月通常会是最差的 但是你看到到目前的七月份的 营收的公布 其实已经公布的当中 有93家再创历史新高 单月营收 甚至因为还没有全部公布完 要到月报是在每个月的10号以前 要公布完 预计有机会会来到 比去年的同期的123家来得更多 好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公布 最厉害的有两家公司 一个叫做联友 这个IC设计的 大家应该都比较熟 另外一个叫长盛生计的 这两家公司有什么特别 他们是从今年一月份以来 每个月都在创历史新高 这是非常不得了的记录 年期了 这非常的夸张 好那我们再看到几个比较代表性的公司 七月份的营收 我们看到旺侯七月很亮眼 又单季又创了 单月又创了十个月来的新高 可是你看到代工的两家公司 伟创跟音业达都不好 那网通的两家公司就 两家就很明显不一样 你看到智邦相对就比较好 不管是月增或年增都是持续成长 但是之一的部分其实就在往下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但是对应到我们看到今天这几家公司的股价 变成不管七月你的营收好或不好 今天这四家公司股价都是跌的 而且跌幅也相差不大 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大环境大市场不好的时候 大家都有可能会跌 所以今天旺宏 你看他七月营收最好 结果他今天跌了两趴 那伟创也是下跌的 伟创今天反而是只跌了0.4元 跌幅是1.4% 那音业达也跌了三毛钱是1.27% 那智邦的部分 你看到智邦七月在往上涨 可是他的营收在往上 可是你看到今天还是下跌了0.5元 那致意相对不好 可是今天他一样跌了0.15%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环境的问题 好那刚刚宁官提到 高盛现在把中国的 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下调 尤其是第三季的部分 一口气从原本预估的5.8% 下调到只剩2.3% 这条幅是对半坎 好那原因就在于疫情的关系 不过高盛很奇怪 他说中国预估可以在一个月内 把疫情控制住 很可怜 所以因为他在指引 因为他下调第三季却没有下调第四季 所以以致全年其实只有下调0.3% 可是他不要忘了 这个疫情你说中国真的控制得下来 大家也看到最近都在讲 中国的疫苗根本这个效率是非常差的 才会有这么大的问题 如果今天中国的疫苗保护力好的话 根本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这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款扣一款的事情 反而是高盛更担心美国 他是说因为如果亚洲断链的话 那美国的经济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会觉得很奇怪 中国的情况应该比美国更糟糕 发挥他比较担心美国 那提供大家参考 来再看到中国现在的问题 也是不是只有美国会有断链的问题 中国也是嘛 因为中国缺芯 缺晶片非常严重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要出来查了 甚至他的官媒央视财经也出来说 他说你们这些这些经销商 这些这些相关的这些企业 你们最好赶快收手 悬崖热马 要不然被查到的话 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因为就数据上来说 他们觉得厂商出厂价 其实从去年以来 不过就涨了两成到六成 怎么到了经销商手里 这些晶片却暴涨十倍到二十倍 那所以中国的官媒才会说 你晶片根本就是炒作 缺信是事实 但是没有理由价格厂得这么凶 好 再看到中国重量级的企业 中兴公布了他们的第二季财报 可是这个财报出来 大家非常执意的一件事情 就是居然没有二十八奈米以下 也就是更先进制成的部分的 对业绩的贡献 因为他们只提到到二十八奈米 是占整个营收的十四点五趴 可是这几年他们一直在说 我十四奈米做出来了 甚至我十奈米也准备上线了 可是占整个营收占占占 如果我算了一下 真的这二十八以下是零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你之前不都说你多厉害多厉害吗 好 所以他们的执行长 赵海军就出来说了 哎呀真的啦 二十八以下受到设备的影响 因为得不到批文 其实指的是被美国封杀 你买不到设备 所以根本就做不出来 甚至连之前最铁齿的梁梦松 也出来承认说 中国尤其是中心半导体 你想要弯道超车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个产业基本上 你就是要循序渐进 你不可能前面做不出来 你后面做得出来 你现在就只能做到二十八奈米 你还在想十四奈米 想十奈米 甚至更低 不可能的事情 再看到 一样是台积电的竞争对手 英特尔 巨星格最近接受 《华盛顿邮报》的访问 提到他们在这个月的下半个月 将会有一个重大的投资案公布 这个投资案叫做超级的金元厂 其中会包含六到八座 整个投资案的总金额会高达一千亿美金之多 而且这巨星格说 一旦我这个厂一成 我预计未来几年之内就有机会会超过三星 甚至台积电 这语气讲得很大 那当然他重点还是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哎呀这个在美国建厂成本非常的高 如果跟亚洲比的话 就他们的估计 比亚洲高百分之三十 他应该指的是台积电 如果跟中国比的话 正是高百分之五十 所以他话风一转说 所以美国政府应该补贴他这个差额 换句话说 他就是希望美国政府可以补贴他三十 趴到五十趴的建厂成本 未来才有机会超越台积电 所以我觉得他有点用这样子的方法 在威胁美国政府 好再看到台积电当然也不是罢咖 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老心宅 为什么他有三大策略 可以让台积电持续维持领先 第一个大家看到 我们过去一直在讲 这个晶片涨价涨价 可是台积电大家注意到 台积电到目前为止 没有涨价过 虽然好几次都传言 像最近这几天又在传言说 他十六奈米以上准备要 这个涨价十到十五趴 但是台积电都没有正式发布 所以他就是借由这种方法 跟客户一条心 说我不会趁火打劫 趁机涨价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别人早就涨翻天了 第二个策略是 他知道整个台积电的成功 不是靠自己 所以他必须要跟其他国家建立好关系 所以他说 为什么你要去日本建厂 你为什么要到德国去建厂 当然这还没有确定 因为在欧洲我们知道除了荷兰的 这艾斯摩尔很重要之外 还有德国的蔡司的镜头 如果没有蔡司镜头 基本上艾斯摩尔的光刻机也做不出来 当然日本还有信越化学 他是矽晶元的龙头 当然台积电必须要维持他们好的关系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 台湾这些年 这几年在缺水缺电 甚至缺人才 所以他可以利用国际建厂来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大家看到台积电现在就是 一个人要对上世界各国的竞争 你看到美国政府大量补贴 连德国都要补贴 一百亿欧元给他的这些相关产业 那整个欧盟更是高达一千四百多亿欧元 那日本政府也都在补贴 可是台积电几乎好像没听说政府给他的补贴 所以他靠他自己的力量要对抗全世界 真的是很困难 那我们再看到 刚才讲到这个晶片缺货 现在就统计 全世界的车用的晶片 全世界六大厂 就是包含了恩赐浦等等 这六大厂就占了全世界九成的产量 问题是这六大厂的 百分之六十到七十都是交给台积电代工 换句话说光台积电 一家公司大概就生产了全世界 大概六成左右的车用晶片 好那大家你想那台厂都没有人生产吗 有台湾的新唐最近也有大动作 他把日本松下的半导体的相关的部门 全部吃下来 不容易 那盛唐的部分 他也打入了现代汽车的供应链 那另外中国的部分 他们自己产的其实只占他们的需求 只有五到六%而已 就知道中国缺晶片真的是缺得很惨 他们希望在二零二五年能够提升到二十五% 可是我想很难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台积电的股价逆势小涨了四块钱 好 再来我们再看到 大家关注的长龙 终于公布第二季的营收 这个业绩真的是下下降 我们过去这一两个礼拜 追踪了很多企业的营收 可是这个长龙真的是超夸张 尤其你看他的存益 四位数的成长率 你看到第二季成长十二倍多 上半年更成长二十七倍多 所以你看他的毛利 五十四%多 其实比台积电还高 那你看到他的这个 EPS也都比台积电还高 那最近长龙有一艘全世界最大的船 交船而且回到台湾的叫做长饭轮 原本全世界最大的是韩国商船 他们的圣米特号 可是这个长龙的这艘长饭轮 硬是比他长十公分 不要小看这十公分 他可以让他多占一百七十二个货柜 那以现在市场来说 一个柜出一趟就有一万美金 所以一百七十几个柜 出一趟就是多占 一百多万 你看到一年可以出多少趟 所以你看到今天长龙 其实有点可惜 今天本来盘装一度涨的蛮多的 但是收盘只小涨零点五元 不过后续就长龙自己的说法 下半年会比上半年更好 好我们稍后回来 北京街二连石湾的打击 这一个中国内地有各大产业 那最新一轮是黑石准备收购 收火中国事实上也被打枪 也被调查 那宜静 这一次中国大型民企业 遭受到的整改 也引发了全球的投资人的关注 是没有错 那个中国大型的上市民企 陆续遭到整改 大家都感觉到了 就是说中国好像正在发生一个 非常巨大而根本的改变 那大家的解读都不一样 有些人是用那个习近平的个性 或者他的个人思想来解释 也有些人用中南海内斗来解释 但事实上我认为这都不能完全解释这个状况 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社会氛围的话 习近平单单凭他一个人 他是不能这样子做的 那怎么讲呢 就是说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以来 事实上中下层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的提升 他们的收入一直在往上涨 那有数亿人脱贫 再怎么样讲 这个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 我们不能否定它 但是在过去这几年 中国中下层的人民的生活水平 已经没有办法再向上提升了 他们的收入呢 不但没有往上 而且在往下 为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大陆 他们现在把这个东西叫做内卷 我们以前在节目上我们也谈过 这个所谓的内卷 事实上就是恶性竞争的意思 那最明显的一个案例 就是美团外卖 那美团呢 就相当于台湾的Uber East 跟那个Food Panda 那因为中国大陆 有很多的中下阶层的人民 他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就加入了美团 然后去当那个送餐员 那因为要加入的人太多了 所以他们就恶性竞争 恶性竞争的结果 美团就可以把他们的薪资 不断的往下压 然后把他们薪资往下压以后 这个多出来这些钱呢 美团并没有给 把这些钱给这些客户 而是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 那这个事情讲起来 这个不叫做剥削 那还有什么东西叫做剥削 那台湾人也许看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会想到说这是自由竞争 我们会想到是亚当史密斯 讲的那个看不见的那只手 但是中国大陆的人民 他们都是读马克思主义长大的 所以他们会想到什么 他们会想到马克思 所讲的剩余价值 也就是说我这些美团 外卖这些送餐员 它产生出来价值这么多 但它事实上每个人 只拿到这么多 中间这差价被谁拿走了 就是被美团这些 没有良心的企业拿走了 所以中国大陆的人 他们就会看到这个事情 他们就会想起 他们在课本里面读的那些 没有良心的地主 那些万恶的资本家 那讲起来就是说 人类的历史 往往是非常的反凤的 我们这一代人 是在两讲的威权时代长大的 那时候国民党一直担心 台湾会发生共产革命 所以那时候的那个 国民党一直在教育 一直跟我们讲说 共产党是不好的 社会主义是不好的 那那个自由民主是好的 然后一直跟我们讲 一直跟我们讲 三民主义是好的 结果有一天 我们把那课本放下来 往窗子外面一看 这个国家哪里是什么 民主自由的国家 那时候有党禁有报禁 然后还有那个戒严 还有万年国会 总统不是民选的 然后那个国会也不是民选的 所以我们就 这一整代人就上街就抗议了 就最后台湾发生了 是一个民主革命 那相对的中国人民都是读 马克思主义长大的 这个跟台湾很不一样 我在台湾如果我讲说 你这个人根本就是一个共产党 这句话是来骂人的 可是在中国大陆 你这样跟他讲 他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说对啊 他觉得荣耀 对我是一个共产党员 我是非常自豪的 所以中国大陆 他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 就是共产党在过去20年 他一直担心 发生那个美式的民主革命 像台湾像韩国这样子 发生这种民主革命 可是他现在真正必须担心 是发生那个共产革命 因为那个也是一样 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学生 他在学校里面 一直被教导说 社会主义是好的 共产党是好的 然后美式的自由民主是不好的 结果有一天呢 他们把那个书本放下来 往外一看 一看这个国家 哪里是什么社会主义 哪里是什么共产主义 所有的这些富豪 一直在剥削这些劳工 所以呢总结来讲 就是说中国到底有没有发生一个重大的改变 事实上可以说有 也可以说没有 在以前呢 就是说我们那个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 自己讲 就是说中国是那个打左灯向右转 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我那方向灯打左边 一直讲说我是要走社会主义 事实上整个国家在向右转 那现在是打左灯向左转 整个国家真的是在向左转 那讲起来也很荒谬了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直都是一个共产国家 所以照理说他应该是一个劳工的天堂 可是过去几十年来 往中国大陆去发展的那些 台商是什么 都是资本家而不是劳工 所以 所以过去几年他都是资本家的天堂 对 那事实上中国就是从来都是一个共产主义 然后呢那个台湾人可能忘记这件事情 可是习近平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中国的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好我们稍后回来 北京今年以来 打马云打腾讯打电商平台 然后打富豪 那打到补教行业最新的这一个 打的黑五类是性侵犯 那性侵犯光娱乐版的吴亦凡 已经占据娱乐平台 一两个月的新闻 可是呢最新一轮打到阿里的高层 打到滴滴的高层 是我想大家现在每天都在猜 中国接下来要打什么 真的是越来越难猜 因为几乎什么都有可能被打到 尤其像你说性侵本来在娱乐圈 大家也不会觉得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真的坦白说真的蛮多的 就看当事人要不要爆出来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一个吴亦凡的事件 本来是娱乐圈的风暴 哇现在烧到了科技业 我们看到阿里巴巴的女员工 上礼拜呢在网络上投诉 就声说他被他的主管要求要去出差 好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是 出差之后要求被要去陪酒 陪他的主管陪他的客户 而且呢被灌罪之后又被性侵 哇这件事情就不得了了 所以呢这事情被揭发出来之后呢 哇大家都开始调查警方 当然也进来了 那现在可以确定这件事情是确确实实真的 因为呢这个阿里巴巴的西欧张勇 已经出来道歉了 而且当事人也都承认 所以已经开除勇不入用 当然不是只有这样子而已 连他的这个男主管的高层主管 也一并引咎辞职 哇这件事情真的很大 而且大到中国政府官方也出来讲话了 中国的党媒 这个人民日报旗下的这个怕浪青年 哇就出来骂人 而且骂的真的是非常难听 就开始说你知道阿里巴巴 上梁不振下梁 显然就是先骂马云嘛 因为上梁一定最上面是他嘛 好而且说不要妄想说 你可以大而不倒 哇种种很难听的话都全部讲出来 因为他们觉得这件事情 已经吸引国际媒体报道 就像吴亦凡事件一样 一堆国际媒体都在报道 现在丢脸的已经不是只有你阿里巴巴 人家国际媒体就说 哇你看你中国的高大企业 居然可以纵容这样子的事情 显然你中国的文化大有问题嘛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阿里巴巴真是越来越惨了 好不只是阿里巴巴 哇一件事情两件事情出来之后 接连的连锁反应就发生了 好滴滴出行 也有女员工出来爆料的 哇这个就更惨了 因为他的事情已经更久了 而且他跟警方报案 也没有人要理他 而且甚至质疑是他自导自演 那他要求说去掉这个录影带来看嘛 监视器来看就知道当时的情况 结果警方也不同意 从头到尾就是要用笔录去问他 好像就质疑他 这件事情都是你自导自演 最后更惨的是 滴滴出行这个女员工 居然还被公司给开除了 刚刚我们说阿里巴巴的事件 完全如出一側 而且更惨的是 刚刚我们说的 就只有公司的主管跟客户 滴滴出行的这个 还有政府官员 也都涉嫌性侵 明明这么大事情 显然这件事情就被这样子给盖掉了 所以现在到底这件事情真相如何 可能还有待调查 再看到香港的维他奶 这件事情也是继续的延烧 原来就是维他奶的这个主管梁建辉 因为在路上就随便乱杀了一个警员 只因为他就仇警 觉得香港警察都是坏人嘛 好那杀了他之后呢 结果重点是维他奶的官方 出来说啊这个感到很惋惜啊 对他的家属深切 喂这这样子不得了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中国方面对香港警察是支持的 但是香港民众对香港警察是反对的 那这一来中国的小粉红 就开始出征维他奶 开始抵制维他奶 结果维他奶的这个产品都卖不掉 所以这两天他出来预估说 到9月底他们的营收 可能会暴跌9成以上 哇所以呢股价在昨天 一天之内就大跌了10% 而且今年以来他的股价 已经跌得快要40%了 因为没有生意了嘛 现在连你想要去买维他奶 你都不太敢买了 买了好像被人家指示说 你的这个地图有问题哦 所以他非常非常长 好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连串的这些监管事件也好 这些故意要找你查 不管什么事情 不管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大老板们的身价暴跌 好来我们看拼多多的黄瞻 光今年以来已经身价暴跌了120亿美金 我们讲的都是美金很可怕 马化腾腾讯跌他的这个身价跌了156亿美金 那马云的部分我查了一下 去年10月的时候马云还是中国首富哦 结果就从去年10月到身价 到现在他的身价也跌了143亿美金下来 那当然现在最惨的就是当下的新东方的余敏红 光这一次的消息才一两个月的时间 他的身价也跌了140亿美金下来 好我们再看到网易他本来要在香港挂牌 他旗下的公司哦 网易的云音乐 他听清楚哦 是要在香港挂牌哦 不是到美国去挂牌哦 结果也紧急喊咖 这很奇怪嘛 照理说回香港挂牌是好事 因为网易本身他是在美国挂牌 他的子公司回香港挂牌 其实应该是好事嘛 但是他说因为现在当下港股太糟糕 事况不好 所以他紧急喊咖 通常喊咖是坏事 结果你看到 居然他喊咖之后 网易的股价居然在昨天大涨 显然网友觉得说真的啦 这在习惹买买啊 你不应该在现在挂牌啊 所以昨天网易的股价 反而上涨了2.58% 好那再看到 我们也在这两天提过的 北京政府现在在打中国的 这个炒晶片的热潮 所以这一炒一查下去呢 哇一堆相关的晶片股 本来这个大行情 因为缺晶片嘛都很赚钱 结果因为这些消息出来都中错 来我们先看到中芯国际 光昨天一天就大跌了将近5% 那华红半导体昨天跌更超过5% 来到5.69% 维尔半导体也跌了5.73% 台积半导体少一点 跌3.33% 所以显然的本来哦 今年以来他们都是赚钱的 就因为昨天一天而已都大跌 好最后我们看到潘石屹 好我们也知道 他本来想要把他最后在中国的资产 把这个SOHO中国的股份全部卖给黑石集团 可是现在中国政府不给卖了 因为用反垄断的方法去调查 所以这件事情就被割置 好所以呢因为这件事情造成SOHO中国 因为这是其实7月底就已经爆发的事情 在当时一天之内股价暴跌20% 好那显然的就是中国的媒体出来说呢 现在呢大家想跑的要跑的都在跑 现在潘石屹要走绝对不能让他跑 可是问题是潘石屹从2014年起 就已经陆陆续续把他的资产都卖掉 这已经几乎是他最后一笔了 那中国政府才出来要阻止 那我想这时候潘石屹最后这笔应该是跑不掉了 好我们稍后回来 那我请教瑞宏外界关系另外一个状况是 在美国挂牌的中概股 到底能不能够符合美国的会计准则 这一次会不会遭受到金融的脱钩 好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其实很多中国企业都被中国监督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蛮多像阿里巴巴 像阿里巴巴这次吃到最大的罚单 将近791台币也就是182人民币这个金额 那为什么他其实是被控诉 他滥用这个二选一的权利 意思是什么 你只能在阿里巴巴上架 你其他上架就不能在其他的地方上架 所以这时候中国政府也有一个比较大罚单 那接着阿里巴巴的马云回应什么 就是心存感激 这是党的颠测 那很明显的到处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均要成死成非死不可 所以接下来不管是企业还是整个市场也开始在推测 谁是下一个要被整顿改革跟重罚的企业 比如说像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所谓美团 美团是中国那边比较有名的美食外送的平台 那美团这个部分呢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 你旧客户去点餐跟新客户去点餐 他那个价钱可能不太一样 真的喔 对那他这个在大陆的用语就是大数据杀手 就是可能对不同的对象去收取不同的价格 有点像我们去AMBNB或是怎样的订房网 你可能每次进去的价格都不太一样 会有这个原因 还有像是京东 JD京东或是拼贴贴这些电商平台 其实也被阿里巴巴影响到 那大家最关注的是腾讯 因为腾讯跟阿里巴巴旗下有那个蚂蚁金服 之前要在香港IPO被禁止 那其实在腾讯底下 有一家叫财富通的金融业务 其实可能也要面临分财 那最重要是旗下他的最大的那个微信 微信这个他常常去断掉 所谓的淘宝的连结 或是拼贴贴连结 或是所谓之音跳动那个抖音的连结 去搞这些小动作 那其实现在整个中国 科技股都在笼罩着一个政府 肃清的一个风险一个环境下 我们可以看到像是不管 所以几乎今年全面走跌 全部都走跌 而且在今年不管腾讯还是美团 还是JD京东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股价 其实都快跌破今年的低点 那除了阿里巴巴 为什么 因为阿里巴巴已经罚完了 大家就说利空出境 所以他直接是一个跳空大涨的动作 那其他像还没罚 像百度或是一些短影音的快手 或是像是哔哩哔哩把追剧网站 还有小米其实也都做一个大跌 其实基本上 小米号称这个华为跌倒 小米吃到饱的 结果小米也跌 其实这波科技股基本上没有一家 是在大陆那边是没有一家起来的 所以我们接着来看 不只像是我们中国去开闸科技股 可以像是中国的入资 也跟企业跟政府去联手 去进军香港 什么意思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中国家照业 它是中国的一个大亨 是郭氏家族 那之前是处理那个烂尾项目出名的 他也在去年的时候 花十一亿美元去买这个香港四块地皮 还花了四千八百万的美元 去购买这个香港的新岛日报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不管是政策 从上到下政策的管控 还是媒体的控制 还是整个法律的关系 所以让很多企业都会有疑虑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 不管是日本台湾 还有美国的企业 也开始逃离中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是从那个 其实三到五年前 这些企业早就已经有这样的规划 不管是中国 你说他工资变高 或是人 或是整个客户 应该说整个工资太高 或是少子化等等的因素 都想要逃离 但是你走不掉 为什么 因为你的客户在中国 你的供应商在中国 那你说你去东协 他人口也比不上 整个中国14亿人口 但是在一件事情 就是中美贸易战之后 这项事情改变 就是因为关税问题 你非走不可 所以不管是苹果 不管是我们华硕 不管是像是 所谓的特斯拉 接着也都开始离开中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从货柜的海运量 最明显 因为之前全球 以往美国的海运量 在之前 中国是占六成以上 现在已经降到六成一下 那可以看到 本来是东南亚 本来是占两成一下 那现在已经回到两成以上 那整个生产基地 已经大幅改变 那讲到东南亚 我们就要特别讲到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 这次也到了印度去设厂 那其实大家会觉得说 是不是中国 就是一去东南亚 有这么容易 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中国已经培养 这么多年的生产 跟制造大国 其实他们的 应该说 那个人工的基本水准 就是拿去做生产的 所以其实在 移厂的时候 没有这么容易 但是印度这边 给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就是特斯拉 你在我们这边盖厂 那我们就是让你的生产成本 就补贴你 一定比中国生产成本低 所以这时候特斯拉 还有不管是苹果 还是亚马逊 其实有接着去印度设厂 那其实讲到这边 我觉得不管是 应该说不只是经济考量 其实还有点政治考量 因为现在美国 日本还有印度还有澳洲 其实在做一个 四方的安全对话 其实就是要联手啦 去抵制这个中国 去制衡中国的 这个政治跟经济的压力 好老王刚看到的是 川普电话接受 服事的专访 那再度打反中牌 不过他同时也强调 美国不会再封城 他回应的事实上是 昨天事实上巴黎 这个传出来恶化 疫情恶化 所以超过八个 这一个法国的重要城市 那未来这一阵子 都会宵禁 所以外界很担心 欧美的疫情再恶化 再封城 对这个昨天欧美股市 一开始早盘都大跌了 主要就是刚才关节提到 因为法国说要再宵禁 大家担心疫情再度燃起 但是我们川普就告诉大家 我不会宵禁 所以美股后来是急拉尾盘 所以看到回股股 几乎是没跌 所以川普这个时候 绝对不可能实时宵禁 因为你用想要知道 现在实时宵禁 就告诉大家疫情无法控制 那他会更难选 那川普接下来做什么事情 他持续的反中 我们知道像华为 中信被列入黑名单制裁之后 现在传出正要准备 在上海跟港交所挂牌 IPO的这个蚂蚁金服 蚂蚁集团 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中国的黑名单 中国不会锁定 那个美国 美国会有黑名单 美国还没有锁定你阿里巴巴 但是我先从你的 这个蚂蚁金服来下手 那传出这个消息之后 昨天相关这个阿里系 比如说这个阿里健康 阿里营业都是大跌了 阿里健康还跌了7个% 那这个就是 这个川普持续在反中 刚才看到影片很清楚 川普告诉大家 你10年前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中国要超越美国了 可是现在因为有我当选 我在压抑中国 所以你千万不能把票投给拜登 那这个要引起选民的共鸣 那我们往下看下去 这个台湾的部分也是 这个反中不会是 只有这个美国在反中 因为台湾在中间 我们的政府 最近这个动作也蛮大 从这个爱奇艺 再到这个淘宝台湾 昨天又经济部会开始说 这个淘宝台湾 昨天已经公告 他说我的服务 这个其实到昨天已经暂停了 那整个要下市的话 到今年的年底 就会全部这个 就没有这个交易了 那这个原因当然是因为 我们台湾的经济部认定 他的确就是假外资 真宗之 那我们直接看一下 事实上在这个时候认定的时候 去这个今年的八月份的时候 台湾的经济部投审会 这个大家是很清楚 就已经告诉大家 就是已经开罚了 他说其实你这个就疑虑了 所以你要说明清楚 他就已经用违反两岸人民的关系条例 来开罚你了 叫你限期改正 而且你要跟我说明 那在经过了几个月之后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关键的判例 关键的判决在哪个地方 我们往下看 关键的决定在于 我们台湾的经济部认为 虽然你这个是阿里巴巴集团 透过新加坡的子公司 来持有这个殷商克雷达 殷商克雷达一直告诉大家 我是外资不是中资 但是因为 虽然表定应该要30% 才具有控制力 但是他28% 这个闪得很OK 但是因为我们经济部认为 你有这样 你有具有一定的控制影响力 那这句话就是 就是我们政府来判断 因为你具有控制的能力 那当然你就面临 你就没办法在台湾 交易的过程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政府 是有硬起来在反这个中资的 那当然这个事情 淘宝台湾 因为台湾是一个 网购非常大的市场 所以淘宝台湾来台湾 其实不是这些几年的事情 他虽然来台湾大概一年左右 他事实上更久以前 2013年20152016 他曾经试过港资 外资来台湾敲门 但是去年有通过 但是很多立委都提出来的疑问 那在今年到今年年底 可能就告一段路 就是说要进来这个市场 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 因为台湾政府 在把关 那再来看一下 你提到淘宝 你一定要提到阿里巴巴 因为阿里巴巴 事实上 他整个最大的业务 就来自于零售业 尤其是个淘宝 中国淘宝 那你看到他最新公布的财报 就是在2020的6月份 以前的财报 营收是大幅成长的 这不难有疑问 这很简单的事情 是因为今年因为疫情 新冠肺炎的疫情 所以让这些所谓电商 你看到这个美国的FMG 都在大涨 尤其Amazon 那反观到中国市场 也当然是零售网购的成长 那我们可以看到阿里巴巴的布局 就这一张的布局 他这个财报里面成长比较多 刚才我刚刚看他框起来 那是营收 营收大幅的跳增 那如果在细探他里面的产业 阿里云的部分 也就是云端七月 我们在节目上也做过云端计算 云端七月 其实他这一刻成长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成长很多 在上面的这个 他的这个淘宝 淘宝还有这个 他所谓的这个 相关的这些网路的销售的 这些子公司的平台 都是成长得非常多 所以阿里巴巴的网路电商 卖得很好 在中国卖得很好 也推动他的股价 今年事实上在上个礼拜 都还在冲下一个波段的新高 那如果跟阿里巴巴一个批底 当然是我们京东集团 京东集团这个网路电商的 事实上股价也是一路 我这都知道美股挂牌的 都是一路在网上大涨 那你看完中国的厂商之后 你再回来看看这个 相关的FANG FANG股价的涨跌 我帮大家列出来 今天也是一路在网上 其中涨最多 就最上面那个浅男色 那是谁 那个就是Amazon 所以亚马逊 它代表是什么 当然也是美国的电商 电子网购的龙头 所以你可以 我们从美国或中国的 这些相关经验 表现很好的中代股 看起来 你可以得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 锁定这个所谓 网路的新的时代 所谓网路电商 其实就掌握了 未来整个产业的脉动 好我们稍后回来